其他東西就說可以增加身體的骨膠原 但它們全部都是很表皮的增加 因為它們的生產程度可能只有0.5cm 所以作用就不會是很深層的 而這個罪阻預算我們這個PILA 是打進去皮下深層的地方 就將那個深層的組織來製造 刺激到骨膠原生長 即是說在裏頭吹脹氣球 令到骨膠原在裏頭生出來 而不是很表皮的地方